每个位置啊 也就是每个孔洞 我们一共重复进去了六次 看出来了吗 这六次呢 会使得这个边缘呢 变得比较圆润啊 我们看几次了 一次两 哎呀都自己都看不见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 应该差一次啊 我们会让它变得圆润一些 每次都进入我们的这个孔洞当中来 前两针合一针 后两针合一针 好的 现在呢就已经完成了正式的一个 花边的部分了 然后我们需要将它 勾一针 短针啊 你看就是把它这样 放下来 整对着这一个位置啊 直接进针就好了 进入之后把长线勾过来 两针 合在一起 然后又开始了啊 绕长线 进入孔洞 勾出长线来 前两针合一针 后两针合一针 绕长线 进入孔洞 勾出长线来 前两针合一针 后两针合一针 这是一个模糊的编织方法 大家几乎看不到啊 但是好在你在这个操作的时候 实际上它并不困难啊 你一会儿就会把这一部分勾完 我们已经完成了两个月 好 进入第三个啊 依然是看 把它放在这位置之后 它刚好 挨着的地方 就是你下一次进针的位置 看到了吗 好 我们继续啊 绕长线 进入孔洞 勾出长线来 前两针合一针 然后是 后边的这两针合一针啊 绕长线 进入孔洞 勾出长线来 前两针合一针 后两针合一针 总是这样操作的啊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为了确保你勾针的时候 有些位置能够非常快的通过 所以特别是这一针啊 现在这一针 一定有足够的框量 看 不要把它拉得太紧 如果拉得过紧的话 它真的会影响你 下一针的操作啊 那些三针可能就拉不出来了 明白了吧 所以我们要给 后边的针的流出足够的框量 好了 这个小边边也完成了 够六针吗 我看看 一针两针 三针差一针 再来一下啊 我怎么现在觉得 它是一个模糊的勾法呢 五针和六针几乎都可以啊 只要你觉得它这个两个花瓣的大小啊 差不多一样大就可以了啊 好 现在呢我们已经完成了三个花瓣 然后进入下一个啊 直接看 进入下一个的时候 千万不要绕长线啊 直接就在它旁边这儿 勾出长线啊 它可不是绕长线了 勾出长线 然后直接把两针合在一起 这就叫短针啊 然后才开始绕长线的啊 勾长针的时候才开始绕长线啊 然后开始断下线啊 就算了 再来一下 我们再来一下 这就..? 就算了 好了 我们再来一下 座线啊 就算了 一二二三三三三个小时 我又要想了 就算了 一定要记住 我们这个六针啊 始终要进入一个孔洞当中 只有这样呢 才会比较的整齐啊 好了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四个 这样的花药的边边啊 你都弄完了吗 一定要认真啊 按着这个规律来 你看这都是小三角形的 像是葵花的那个小小的叶子 对不对 好了大家加油啊 好的我们继续把这一部分完成啊 实际上它看起来真的非常容易 大家要把毛线搁在自己的右侧啊 而且可以多拉出一段来 把这个毛线条呢 拉长一部分 然后就有利于我们 下一步的这个勾支 毛线越宽松啊 你会勾的速度越快 如果你在不停的整理线 那就糟糕了啊 那会真的影响你的 勾支的速度 因为实际上勾针和编织比起来 勾针如果你掌握了它的这些诀窍的话 速度呢会非常快 能够迅速的提升你的这个编织的这个速度啊 你看这个只是绕一下线嘛 所以你看大家可以把这个速度提升快一点啊 你看即便你勾的时候啊会有一点慢 但是绕线它并不影响你的这个技术啊 发挥啊等等啊 所以你可以把它 让线的时候勾的快一点啊 这样一个整体感觉啊 整体速度一定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的 哎呀 这会儿不用着急啊 你看只要它恢复这个状态了 然后下面再继续就好了啊 好你看 拉过来正好在这个位置 我唯一担心的就是大家完成一个 花瓣之后那个短针 怕它加勾的时候呢会出现问题啊 只要那个位置注意 不要给它勾成长针就行了 其实现在已经不考验大家的编织技术了 而只是一个耐心和细心啊 这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容易 之前呢我给大家录过一个教程啊 就是一个粉色的田园的花朵帽子 但是它那个色彩呢不像这个这么丰富啊 它只有两种色彩 但是那个呢是给稍微大一点的小孩来带的 但这个呢是更小一点的小孩 可能大家看到过我之前的一些头像上的一个粉色的花朵的帽子啊 就是粉色和绿色两色相结合的那款帽子其实上就是之前给大家录制教程的时候完成的 那个帽子相对来讲由于它弹性比较大一些 所以如果是小孩子的话啊 五岁以上的小孩子都可以戴 一直戴到如果脸不是特别大的话啊 大人也可以的啊没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勾制的这个啊 就是给个很小的孩子 应该是一岁一岁以下的宝宝的这种帽子啊 来插一下 看实际上我最担心的大家就这环节完成了一个 然后找好位置之后 我们勾的应该是短针啊 就是两针合在一起这样的啊 短针 其实在勾制的过程当中它速度啊会很快 我们拿这个一团毛线 假如是500克来说 如果你要织一团线 织500克的话 你可能会用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 而且还是稍微的手速快点的那种变质爱好者啊 将近两个小时才能够完成500克的啊 50克的一团线 但是如果你要勾制50克的一团线 那么一个零基础的新手啊 用不了一个小时就能够勾完 你看我连自己刚才都差点要绕线去了啊 一定要记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